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們現在是有處理掉一部分 大概包括陳佳仁在台北 自己本身也有 就是以公司持有的一品 亞太置地進去之後 處理掉了一些非常精華的土地 因為這東西變現很容易 所以你看到它整個高雄的土地都在變現 這是2015年最震撼的新聞之一 比國有財產局土地還要多 號稱地產難霸天的高雄陳佳 名下南河新產公司 開始大筆出托精華土地 背後操控的竟然不是陳佳仁 而是被懷疑有大陸資金的亞太置地公司 陸資真的是很多無形的滲透 這對台灣的土地產畢竟不是好事 因為實在是陸資 我們覺得是太可怕了 高雄人會震驚擔憂 不僅是因為高雄陳佳 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 和北部板橋林佳 中部陸港孤家齊名 他們所持有的土地面積 還是其他家族遠遠都比不上的 陳天堡自己當議長的時候也講 要避開我們家的地 不太可能 因為走到哪裡都是我們的地 五屆高雄市議會議長的影響力 加上陳佳的雄厚財力 量誰也不敢輕忽 陳天堡的黨政關係尤其好 陳總統到高雄 陳天堡禮書周到 南方的陳佳形勢低調 不過在高雄政商界舉足輕重 除了家庭背景不簡單 建婚人也是重量級 我非常的榮幸 能夠來參加建府和彥均的結婚打點 這也就是大家驚訝 資本如此雄厚的高雄陳佳 會出脫手中經濟母 南河新產股份的原因 畢竟陳佳擁有的土地高達五十萬坪 光是靠收租金根本就花不完 我認識幾位陳佳的後代 他們形容說在和平路上的這個 南河新產的大樓裡面 那有好幾層幾乎裡面呢 全部通通都是土地權狀 那個權狀多到好像只流出一層樓 流出一層樓做日本太太俱樂部 他們比國有財產局還多 那他們大概高雄現在目前幾個大型的賣場 還有大型的飯店 還有一些很大型精華的空地 聽說都是他們家的 我們看到說它的土地 大到比國有財產局還要多 然後繳的稅一年就超過四億以上 僅僅是地價稅 一年繳交的金額就要四億元 過去都是高雄繳稅最大戶 直到最近幾年才讓嫌給中高位居第二名 而國民政府早期為了拉攏南部勢力 還曾找陳啟川擔任兩屆的高雄市長 他娶了五房太太生了七子八女 就其中有一房還是台大中文系的 也就是當那個時候 那個就是帝國大學台大中文系畢業的 所以這些幾房的太太他們都總共五房 然後他們彼此感情都非常好 然後都住在一起 陳啟川不僅秉持家和萬事興的原則 南河新產土地 虧到現在還保有這麼多 也或許和他們只租不賣的家訓有關 我們所知道是陳家他們會有一點點的 就是說老一輩的人的想法是有土師有財 所以希望這些土地都是不可以買賣的 那只能夠做出租使用 然而這樣的堅持卻在2014年12月變了掉 南河新產其他可以開發或是說租給這個 佳樂福啊租給餐廳啊這些土地包裹起來 就用了800多億 800多億然後58%的股權賣給了這個亞太制定 怎麼會賣掉大半的股權 讓主導權落到外國人手裡呢 外傳是其他四房與三房鬧不合 曾經家裡有辦喜事 結果陳家的人說來的兄弟姐妹不多 意思是說彼此之間可能有某些心結 那否則的話以前家的過去的狀況 兒女婚事不會變得稀稀落落 不過也有另一種說法 海外的那些陳家人不是日本人 就是澳洲人不然就加拿大人不然就美國人 反正他們自己就已經成為世界公民了 所以他們其實也不太在乎這些土地 是不是家產 不論如何三房只剩下42%的股權 陳家人不僅失去董事長寶座 掌握的董事也剩不到一半只有四席 都是陳啟川的三房子女 陳廷誠 陳田鋪的長子陳建甫 還有陳建甫的岳父前中綱董事長林文淵 亞太智地這個大股東 那大股東他股份58% 那等於是他掌握比較大的權力 股權比較多就比較大身 不然你要怎樣 那你生氣也沒有辦法 從亞太智地的官網來看 他是1994年在香港創辦的房地產投資機構 2009年把觸角伸進台灣 最有名的就是花30億元 買下西門町萬國大樓 再以兩倍的價格賣出大賺一筆 他們就跟過去來處理不良資產的 這個Long Star 或什麼龍身星這些一樣 他們大概就是兩三年的時間 大概就會走人了 所以一定是能處理的 處理的差不多了 那他們就把剩下的股份 然後算禁止 然後再把股份賣掉 看來亞太智地的目標 真的是南河新產名下的土地 他們一直都有在處理 全台灣有多少 全台灣比較積極一點的博客 都在幫他們賣 仔細瞧瞧南河新產的土地 有多精華 只能說搭船有愛河 兩岸幾乎都能看到成家土地 高雄市區內的三家大型量飯店 三間知名的連鎖餐廳 光是其中一間 占地就超過一千七百坪 因為位在高雄蛋黃區中的蛋黃 地價就超過二十億元 四圍路上的 或是三多路上的這兩家餐廳 或是在愛河旁邊的 那個大型賣場的土地 那個百萬以上絕對跑不掉 公司土地 對 每一坪一百萬以上 絕對是跑不掉 還有幾家規模比較大的餐飲 以及三家大型飲城 將近十家的汽車旅館 通通都是像成家租的地 富可敵國 就是說他們佔的土地 真的是地點好 然後面積很完整 然後又夠大 所以它的地價上一定會 一百頭地段還要來得高 這樣還不包括捐給高雄醫學大學 及複社中和醫院的三萬三千坪 還有後來捐作公園 佔定2.235公頃的陳中和墓園 包括就我所資加樂福的 還有那個西餐廳的 那合約到起之後 其實因為地點非常好的 就已經台灣有一些 土建商 開發商 就覺得還不錯 我就買下來了 短短一年間 南河新展精華土地 已經賣出好幾筆 還有很多代價而估 狂賣土地到底落到哪些人手裡 高雄人憂心忡忡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財團在賣 你又沒辦法控制 也是 政府也沒辦法管制 當時小八百千人 高雄成家的南河新展 如今股權旁落到外資手中 土地開始大批賣出套現 似乎也預示著百年世家旺族 地產南霸天的稱號 終將成為歷史